南聖地供養無量百天諸佛 它的特點叫做烈無別真乳 這個烈就是種類 烈無別真乳就是說 其實我們講一心三觀 觀照一念心心 極空 極腳 極中 其實一般來說不是同時操作 它一開始會把重心偏重在極空 就是破旺這一塊 那麼破旺了以後 破到這個第五地的時候它的特點 它已經能夠看到生死涅槃等空化 它連那個生死下跟涅槃下破掉 破掉以後為什麼叫藍聖呢 因為它的內心凡夫二稱很難超生 它同時都用神通力來供養十方諸佛 我們講為什麼叫藍聖地 這句話怎麼意思 聖人是從凡夫的修行經驗修過來的 每一個人回家的路是不一樣的 就好像我們一開始 你看我們一開始從家裡面一念不解出來以後 離家出走的路也不一樣 就是為什麼每一個人煩惱不一樣 你看我們一開始是一為無量 從一念的真如的平等性 然後變成現在大家各打各的妄想 各有各的業力 那麼現在逆向造作現在無量唯一 回家的時候啊 你回家的路跟他回家的路也各個不一樣 但是一般來說啊 很少人 極少數善根人 一開始就寫滑滑劍很少 一開始都是修修無常觀 修修空觀 然後摸了一段時間以後才心甘情願的開始 原來要向內安住 開始啟動一心三觀 也就是說一般人都是修過方便門 那麼即便他啟動一心三觀以後啊 他帶有習氣啊 就怎麼樣呢 他有愛好極盡的習氣 所以菩薩即便從初地到惡地 到了這個南聖地到五地之前啊 就是到五地之前啊 經論上說啊 他偶爾會懷念那種極盡涅槃的功德 也就是他的菩提心啊 雖然他的菩提心理智當告訴他 他要度化眾生 但是他內心深處啊 某種程度對這種極盡的快樂啊 是有一點放不下的 在五地之前 但是到了五地以後 他這個問題全部解決了 沒有什麼極盡不極盡的問題了 什麼生死啊 涅槃啊 對這個五地來說啊 那根本就不算個勝 就是他已經是很難去超越它了 也就是說他是超越了二稱的 對涅槃的追求啊 當然我們不能夠說五地之前 他就一定會追求涅槃 但是他內心深處啊 對這個涅槃的快樂是沒有完全放下的 但是這個象狀呢 到了五地以後完全破壞了 這叫極南聖地 他已經是生死涅槃 沒有差別了